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节目一开始 首先带您来浏览一下国际主要媒体的头版头条 本周就是在这个月的27号 南北韩领导人即将举行高峰会 而就在峰会的前夕 根据CN的报道说 南韩总统文在寅释出了重要的讯息 他跟媒体表示 北韩正在向国际社会表达愿意完全放弃核子武器 甚至也不再反对美军在南韩驻军 而朝鲜半岛也应该可以结束65年之久的停战状态 进而签订和平协定 而根据韩联社的报道说 南北韩双方达成共识 在27号的当天 南韩总统文在寅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两个人握手的瞬间 以及会谈的主要过程 将会向全球进行现场直播 除了南北韩领导人的会面之外 更令全球所关注的就是在6月初 美国总统川普也即将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进行川金会晤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美国和北韩已经进行了极高层的对话 因为川普在几个星期之前就已经派出了 现任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也是现在后任的国务卿提名人蓬佩奥 日前已经秘密访问了北韩 并且和金正恩会面 川普在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面的公开场合 证实了这项消息 之后还在推特强调 蓬佩奥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两人相处得非常好 蓬佩奥不仅是首位访问北韩的中情局长 也是自2000年以来美朝之间最高层级的双边会谈 甚至川金会的细节也正在进行规划 不过川普没忘了来一记回马枪 他说如果美国认为会议不会成功 就不举行川金会 甚至如果在会中川普觉得没有成效 他也会离开会谈 其实我们刚刚所看到川普发表谈话的会场 这个场合是在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会面记者会 事实上这一次安倍晋三 他是专程来到了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会见川普的 希望在美国和北韩之间的对话当中 日本不要被边缘化了 提到了安倍晋三这一次的出访日本国内认为说他根本就是在转移焦点 为什么呢 包括了华尔街日报以及主要的媒体都报道了最新的民调数据 安倍的支持度跌破了30% 写下了任内最低记录 也显示接二连三的爆发的丑闻已经重创了执政团队的形象 安倍陷入了政治危机甚至还有政界人士预估安倍可能会在6月份下台 安倍最近真的不太好过而川普也正在面对外界的炮声隆隆 近年被川普所开除的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在一场电视专访当中 他痛批川普是连续说谎者 还形容他玷污了所有每个替他做过事的人 科米甚至还批评 根本呢川普是在道德上不是任总统 是 Donald Trump unfit to be president? 是 但是不在我常常听人们说话 我认为他不购乱的东西 他不购乱的东西在早期的症状态 是人们看着 moral equivalence在 Charlottesville 此话一出川普也不甘示弱在推特回骂 甚至就连魂球这样的字眼都出来了 而川普和科米之间的大战 随着科米的白宫回忆录新书 在17号上市 两人之间的战火也达到了新高点 接下来带您关心这一起空中惊魂计 这是美国的西南航空一架波音737-300型的客机 在飞行途中 左边发动机居然在空中爆炸 碎片砸破了窗户 一名女乘客她的上半身还被吸出了窗外 其他的乘客拼命把她给拉回来 而整个事故造成一名乘客不幸罹难 还有好几个人受到重伤 机上乘客全都戴上氧气面罩 气氛紧张又惊恐 因为他们搭乘了这架西南航空客机 发动机居然在空中爆炸 这位机上的乘客 马丁尼兹用手机拍下当时的状况 但更可怕的还在后面 然后我开始看到这些东西爆炸 你应该可以想象一下 有些乘客的乘客 特别是在乘客中 发动机碎片打穿窗户 造成一个大洞 宛如空难电影真实上演 一位坐在飞机旁边的女乘客 突然上半身被吸出机外 还好大家合力把这名女乘客拉回来 但她还是回天法术 经过十多分钟的生死交关 最后客机紧急迫降在费城国际机场 而发动机整个被炸毁 只剩下残骸挂在机翼上 发生事故的这架波音737 300型客机机零18年 载着148名乘客和机组员 从纽约飞往德州达拉斯 这场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美国民航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接下来看到种族问题 再度在美国引发了争议 地点是发生在费城的一家 星巴克连锁咖啡厅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和各媒体的报道说 画面上您看到这两名非裔男子 到店里头等朋友 但是没有点任何的饮料 还向这个店员来借厕所 但是店员呢 居然是以非法入侵为理由报警 五名警察立刻赶来 将两名非裔男子上铐给带走了 甚至后来还被拘留了八个小时 隔天才获得了释放 整个过程被人拍摄下来 并且上传到了网络上 引发了美国社会轩然大波 眼看群情激愤 星巴克的执行长强森 出面认错道歉 星巴克同时也宣布 5月29号下午 将会关闭美国8000家的咖啡门室 让17万5000名员工 来接受种族包容的训练 请在这里致语 小伽子 变成 小伽子 小伽子 到